赛巴斯讲,龙人种族,是纳萨里克地下大坟墓的首席管家 他麾下的统领有战斗女仆,卯素星团 负责守卫,王座之听以及管理第九和第十阶层的日常事务 他的创造者是达奇米公会中最强的男人 虽然他不是楼层守护者,但他的实力不可小看 他的实力甚至也和楼层守护者相比 他负责第九层和第十层的一切事务 第九层和第十层基本没有防御的必要 因为第八层守护者的话 第九层和第十层设置什么样的陷阱都没用 所以赛巴斯严格意义上不是守护者 而是设计为负责不上至尊居所的管家 赛巴斯整体模样,有了衣服年长的管家模样 服装穿着传统的管家黑色制服 整体给人的感觉有如优雅得体 赛巴斯的头发全白,脸上也有胡须 脸上还有明显的皱纹 这使得他看上去温柔的老人 但眼睛却像老鹰一样锐利 他的性格,有如他的创造者塔奇米一样 赛巴斯的正义者是300,属于极善的类型 是椅子的纳萨里克中正义值最高的人 他和其他在纳萨里克的同伴们不同 他似乎并没有像纳萨里克同伴那样 对人类这样的局外人怀有恶意和仇恨 而在动画版中,删除了赛巴斯很多的行为 比如,他背着老太太过马路 他对人类非常的友善 这让人感觉到他非常英勇和善良 他经常会帮助他周围的人 很少会听到他抱怨 如果他发现有人遇到麻烦 他会决尽全力伸出炎柱自首 他承认会对处于在困境之中的人有同情心 当在执行任务之时 遇到需要帮忙的人 他会开始的挣扎和犹豫 但最后,他还是会选择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将人物放在第二位 先来处理不太重要的事情 他完全回鄙视人类 或将它们视为劣等生物 他认为有些人类是心地善良的 他觉得保护落小的人是强者的责任 但如果是丑陋或内心不振的人会令他感到怨恶 他会毫不犹豫杀死任何感反抗纳萨里克的人 但内心拥有极强大的正义心 有时他会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当 如果违背主人的命令 对他来说是错还是对的呢 因为在纳萨里克的想法 就是一切不属于纳萨里克的人都是烈德人生命 人类和半人类都是必须倦踏的弱者 不清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没有跟随他们的信条 而是相信自己的创造者 塔奇米的医治 塔奇米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事 塔奇米的信条就是 不救助弱者的人不被称为强者 但后来遇到扎克这可怜之人之后 他开始明白纳萨里克的同伴 为什么会这样形容人类 在以守流香一起执行侦察任务时 塞巴斯不允许他祸补或吃掉任何的人 除了试图袭击他们的人就可以 有时他会和现在的主人安置有想法冲突 尽管塞巴斯看起来内心是很强悍 但是如果被主人认为他有背叛的想法 会使他感到恐惧 就在塞巴斯奉安置之命 以守流香伪装成附上千金与管家的组合 潜入王国首都进行情报与魔法的收集 但却因搭救了被内代的少女齐亚雷 而被王国地下势力霸致恐吓 并因守流香的高发而受到安置的结问 在安置检测塞巴斯是否中心的时候 出动了克赛特斯 迪米乌格斯 还有威克提姆 可见 对于塞巴斯的势力是认可的 当安置置于塞巴斯的忠诚时 他会极度紧张并满头大汗 因为有时他不会依照安置的方法去行事 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 但塞巴斯是不会背叛安置的 如果安置下令杀掉齐雷亚 塞巴斯真的会动手 他的忠诚度是高于正义感的 索性在表现出毫无疑问的忠意后得到了宽露 还有人说 如果要他对41个无伤之尊做出一个选择 塞巴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创造者 达奇米 毕竟达奇米才是他的创造者 当塞巴斯遇到 不是自私自利的人类 或存在正义感善良的人类 他打从内心会尊敬这些人类 就是这个事情 让塞巴斯无法完全去憎恨人类的原因 迪米乌格斯和塞巴斯的关系不是很好 迪米乌格斯和塞巴斯两人互看不顺眼 因为两人的创造者的关系也不太友好 理由好像是好友退友的事件和他奇米有关系 所以就是这个理由导致他们不合 不过塞巴斯和迪米乌格斯只是单纯互看不顺眼 若是有机会一起合作任务 合作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根据作者说法 塞巴斯之所以会有自我相当体面的性格 是因为他的创造者没在塞巴斯身上写下任何的设定 可以说塞巴斯的任务设定上完全是空白的设定 塞巴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行为 是因为受到创造者的影响 很多行为都是参考自己的创造者 在经过王都事件后 暗自已不再追究塞巴斯的不忠行为 塞巴斯和奇亚蕾实际上被大家承认了是情侣的关系了 奇亚蕾成了塞巴斯的直属女仆 但因塞巴斯就为奇亚蕾的关系而被同伴们取笑 希望奇亚蕾不被纳萨里克一般女仆们所歧视 以及不被纳萨里克以外的势力小看 所以塞巴斯对他进行很严格的女仆训练 塞巴斯是免魔法的战斗角色 他是一名屠所的战斗专家 他是纳萨里克大坟墓中是个最强大的战士之一 如果塞巴斯在战斗中展现自己的龙性形态 他甚至会压倒亚尔贝德和克塞特斯 根据安知的说法 塞巴斯是能一人单独打倒所有的敌人 根据安知的说法 塞巴斯是能一人单独打倒所有的人 塞巴斯拥有强大的身体能力 在和一世界二人类相比 他比他们高大强大许多 他的强大力量在对人类来说有了巨大的大神 人类根本无法击破大神 再有一次他遭遇到刺客袭击 他不到一秒钟就拦截刺客的三把独匕首 在寄宴突袭期间 塞巴斯将徒手拆除了钢字门 然后轻受到清理里面的人渣 他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 一击就将基罗发达穿着盔甲的人击飞 然后那个人飞剑神创起附近的墙壁 这身影也猛烈的震撼能整座建筑 仿佛是巨人在挥拳 之后基压勒被霸子绑架 塞巴斯前往引进 被一口气消灭了霸子 所谓最强的战力六臂 虽然在异世界 目前他所使用的实力还只是并上一脚 他还没有完全拿出全部的实力 就如前面所说 如果他拿出全部实力 要联合安置和其他楼层守护者 才可以压制他了 所以他才会说出这句 世界上比我强的人只有41个人的豪言 再有一次 为了多安置开心 纳扎里克的所有成员使用了浑身解数 而安置为了保持王者高大上的形象 始终逼着没有笑出来 塞巴斯为止不惜穿上了女仆服 这感觉让大家觉得出乎意料的事情了 本来一脸震惊的塞巴斯竟然会穿女装 相信大家对他印象本来是 身穿则似乎并并有礼 有着强大的气场 而且几乎无所不能的管家形象 但这次为了让安置开心 他也豁出去了 好啦 大家会喜欢这样的管家吗 你们对于他有什么看法 不妨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吧 你们还想知道哪些角色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